在上一集中我们已经讲述了周公长子薄秦授封的事迹 这一集我们再来看看晋国始祖书鱼授封的情况 书鱼是周承王的胞弟 因为最初被分封在焚水流域的唐帝 故称唐书鱼 唐帝在书鱼授封之前曾经属于古唐国 按照众多先秦文献的说法 古唐国是瑶帝及其后代之国 至于它的地理位置 学界比较倾向于山西陵墳盆地 在早期邦国时代 陵墳盆地是陶寺文化的分布范围 陶寺都役在晚期由于暴力因素而遭到毁坏 从此走向衰亡 之后陵墳盆地有200年左右的考古缺还 再往后就是二里头文化东夏平类型 早商文化东夏平类型 晚商文化以及西周静文化 据左撞国语等文献记载 姚帝的后裔在夏商时期几度迁徙 也就是所谓的在夏为玉龙氏 在商为石为氏 到了商代晚期 其中一只后裔重回焚水流域 富丽唐国 这个晚商时期的古唐国 在殷墟甲骨捕词中通常写作羊 羊唐古运同属羊部 二者阴境互通 史记记载的赵国帝名南行唐 在出土建名碧文中也写作南行羊 武丁时代的捕词 有唐国君主唐伯奉命征战的内容 也有唐伯向商王敬献牛、犬、龟甲的内容 还有唐国受到殷商宿敌穷方侵扰的内容 红铜文永宁堡遗址和瑶都区西郭遗址出土的 晚商陶冠、陶利、铜歌、铜绝、铜鼎等器物 也被部分学者认为是这一阶段的古唐国遗存 殷商末年 古唐国转而与周人交好 西州近后墓地M31号出土的玉环刻有文字 文王补曰 我大唐人红战某人 反映了周文王补问 联合唐人与某人交战的事迹 到了周成王在位时 唐国作乱被周军逃灭 成王把一部分唐国宗士迁到渡地 称作唐渡士 又让包帝书渝统侠唐国故地 关于书渝受封 吕士春秋和史记靖世家都收录了一个铜叶封地的故事 故事的大致内容是 周成王把一片铜叶消成玉龟的形状 跟书渝开玩笑 说用这个分封你 在吕士春秋版的故事中 书渝信以为真 把成王的话告诉了周公 周公听了之后就去找成王进行确认 史记版的故事没有提到周公 只是说成王的那句玩笑话被太史史义听到 史义于是就请成王选定即日正式册封 至于故事的后续部分 吕士春秋和史记靖世家区别不大 都是周成王表示自己刚才在开玩笑 周公或者史义郑重地回应道 天子无戏言 成王听了这话就真的分封了书渝 唐代的柳宗元在铜叶封地变一文中认为 如果书渝当封 周公应该及时向成王进言 不必等到成王开玩笑时才促成其事 如果书渝不当风 那么强行促成不合理的戏言 也并非圣贤所为 事情的关键在于君王的言行是否恰当 恰当的就该履行 不恰当的即使多次更改修正也不为过 周公怎么会去教导成王 连玩笑话也必须照办呢 在柳宗元看来 这不过是耍小聪明 非周公所遗用 故不可信 当然柳宗元认为铜叶封地不可信 一定程度上是借古欲经 并非单纯讨论历史 近代及现代学者中 也不乏质疑铜叶封地者 例如张汉在简同自辩 西铜叶封地传说之成因一文中指出 现存有关铜叶封地的最早记载 仅能追溯到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 在更早期的记录中 周成王分封疏语 也并非一个因戏言而产生的偶然事件 张汉认为 周人解灭古唐国 以及故帝分封疏语 唐童二字古文形字 表示解灭唐国的简唐 在传钞过程中讹变为简铜 因简销铜意互通 所以又做销铜 所谓简铜封地 销铜叶为规 以语疏语 都是基于文字讹变而构造的附会之说 除了铜叶封地 更早的文献中 还有其他关于疏语受封的说法 据左传记载 春秋时期 靖平公患病 郑简公派遣执政亲子产 去晋国慰问 晋国尚大夫书相 负责接待工作 对子产说 寡君患病 不仁对此进行了占卜 得到的结论是 石审台台作祟 之后询问太史 却不清楚其来历 请问您知道 这两位是哪里的神明吗 子产指出 石审是生锈之神 台台是焚水之神 还跟书相讲了一番 关于生锈焚水祭祀的源流传说 子产声称 古唐国曾经主祭身锈 后来周五王的夫人 易将怀孕 梦见天地降下神域 于命儿子曰于 将于之堂属诸身 而繁育其子孙 意思是 我替你的儿子 起名叫于 将要把唐国赐给他 属于身锈分野 他会在那里繁育子孙 当时古唐国的君主 也正好叫疏于 这个神域意味着 不仅唐国的土地 连唐军之名 都要改赐给易将的儿子 孩子出生后 掌纹也像一个鱼字 所以就按照神域 起名叫于 到了周承王在位时 周军讨灭唐国 承王分封包地疏于 统侠唐国故地 以实现当年的神谕 晋侯是疏于的后祀 原本由古唐国主祭的身锈 从此成为了晋星 至于焚水之神台台 从前由沈四 入黄四国主持祭祀 后来晋国主宰焚水 这四国也被灭掉了 子产在解释完生锈 焚水的祭祀源流后 话锋一转 指出静平宫的病 与那些星辰山川之神 毫无关系 只是因为过度沉迷女色 四十不分 把体力器全用在了 同一个地方 而且为了近战美人 不惜违背同性不婚 将四名激性女子 也纳入了内宫 如此患上的疾病 倘若借除恶习 还有挽救的余地 否则根本治不好 书相听了子产的这番言论 大为赞叹 转告给静平宫 平宫也称赞子产 是位博物君子 赏以厚礼 不过依然还是没有改掉 自己纵欲的恶习 国语收录了 静平宫的另一则事迹 其中也有关于 晋国始祖 疏于授风的追溯 据国语静语记载 静平宫去打猎 射一只燕雀 没有射死 让侍臣树香去捉 也没有捉到 平宫大怒 把树香拘禁起来 准备杀掉 上大幅书相去见平宫 询问了事情原委后 静言道 国君您一定要杀掉树香 从前我们晋国的始祖 唐叔在图灵涉猎 一箭就射杀了一头四牛 用他的皮做成了一副甲咒 正因为这种无勇 唐叔才得以授风 如今您作为唐叔的后代 连一只燕雀都射不死 派人去捉又捉不到 更是彰显了我国君主的耻辱 您一定要赶快杀掉树香 别让这事再传开了 静平宫听出这是在说反话 面露愧色 随后赦免了树香 根据国语的这段记载 可以看出周成王把唐帝封给书渝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勇武气概的肯定 书渝授风时也经历了赐物 寿明 寿江土这套程序 左传定宫四年追溯如下 分唐书以大陆密须之谷 缺拱孤喜 怀信九宗直观五正 命以唐告而风于下须 其以下正将以戎锁 大陆是王者所称之车 周成王赐给书渝的这辆大陆非同一般 是当年周文王讨伐秘须所得的战利品 一同缴获的还有秘须之谷 文王得胜之后 用他们举行大搜以检阅军队 缺拱是国名 位于河南拱义市西南 此处用来指代该国出产的甲咒 周五王克商时正式穿戴缺拱之甲率军作战 孤喜是一种宝忠 怀信九宗是分给书渝的九个怀信宗族 关于他们的来历学界有所分歧 一些学者认为怀信就是伟信 即春秋时代斥敌诸步之信 至于伟信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 活动于静闪高原的鬼方族群 该观点最早由王国伟提出 后来杨宽林云等一众学者都表示认同 按照这一派学者的理论 周人在崛起过程中 曾经向静闪高原拓展势力 与鬼方族群发生冲突 古本竹书纪年 有周王纪讨伐西洛鬼戎 俘获二十敌王的记载 分给书渝的怀信九宗 就是鬼方族群中被周人降服的那一部分 另一派学者认为书渝既然被封在古唐国故地 那么怀信九宗就应该是唐国移民 此说由来已久 西晋的杜宇 唐代的孔颖达都持这种看法 现代学者中也不乏支持者 例如谢瑶廷认为 怀信就是怀信 未必要通伪信 周人灭阴 分给康书的是阴商移民 那么灭唐之后分给书渝的 就应该是唐国移民 谢瑶廷同时还指出 一些学者因为降陷恒水蓬勃墓地 对应的族群是伪姓 就认为他们属于怀信九宗 这种想法也是不合时计的 怀信九宗是晋国国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到春秋初年 仍然居于当时的晋都易城 左传尹宫六年称之为易九宗 西周时期的怀信九宗也应当居于国都 或者说居于晋大宗地域内 和具有邦国性质的彭国不能混为一谈 即便存在彭国是晋国附庸的可能性 但也必须承认它是国 学界还有认为怀信九宗是下一名或应一名的观点 总之目前有关怀信九宗的来源问题尚无定论 直官武正是五类直官之掌 唐告是成王和周公颁赐给疏于的告命 在汉代以前失传 如今已无从得知其具体内容 所谓风于下须是指疏于受风之地有下代遗址 这跟静南地区曾经是下人的势力范围相关 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平类型 是目前探究静南下须的一个方向 除此之外 还有学者认为下须就是唐须 跟陶寺都役有关 疏于受风后的施政方针 是其以下政将以容索 关于这一点 李林等学者认为 疏于治下的唐地包含多个族群 既有作为征服者的周人又有先代移民 还有混居其中的容狄 唐国移民是广义上的下人 疏于根据他们的风俗推行政令 即其以下政 对于封地内的容忍 则依容忍之法加以治理 即将以容索 杨宽在西州史中 结合左传昭公十五年追溯的 唐书寿之以处身须 匡有容敌 指出其以下政将以容索 就是既要采用传统下政中合适的政令 又要推行适用于容敌的法令 以便达到匡有容敌的目的 疏于救风后向周成王报告 说是在唐地长出了二斤共生一岁的合宿 疏于献上这一祥瑞 已是天下合同 成王推辞不受 让疏于把祥瑞转送给周公 表示天下安宁是周公的功劳 此时周公正治理东土 收下合宿后 周公作家合之片赞颂天子之命 疏于去世后 其子谢府继位 自唐帝前往禁地 改国号为禁 谢府迁去的禁地 在区卧一城两县交界处的区村 天马遗址附近 该遗址发掘清理处 包括谢府在内的九代西州禁侯墓葬 在考古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2007年发现的青铜器 绝公鬼 其名文云 绝公做七窑鬼 构于王令唐伯侯于静 为王念幼八四 大致意思是说 某贵族绝公为其七窑 做了一件铜鬼 正好跟周王改封唐伯为静侯 在同一年 时间是这位周王的二十八四 学界普遍认为 明文中的唐伯就是唐书鱼之子谢府 正如传世史籍记载的那样 他从唐帝迁到禁地 明文还反映了 这一千封事件是出于周王的命令 至于念幼八四的纪念 朱凤翰、李伯迁等学者认为 是周成王二十八年 李学勤则倾向于周康王二十八年 当然 无论是哪种观点 都意味着先前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的 成王在位二十二年 康王在位二十五年有误 需要重新调整 孙亚冰等学者指出 疏于之子谢府从唐帝迁走后 又有一个即兴杨国出现在唐帝 唐与杨、杨皆可互通 这个即兴杨国 在西州晚期跟晋国有过联姻 相关记物有晋侯墓地出土的杨吉湖 无论是疏于初封的唐帝 还是谢府迁锋的禁帝 其封域都不太大 如果单论初始势力范围 晋国是远不及先前讲述的魏鲁两国的 然而 晋国的早期君主们努力经营 稳扎稳打 一方面整合内部族群 另一方面 逐渐由粉水、汇水之间的基本盘 向南面的运城盆地拓展势力 到了西州晚期 立王宣王在位时 晋国已经从河东地区的一众诸侯中脱颖而出 成为能够协助天子征伐的重要力量 以上是疏于寿风谢府迁锦的大致情况 下一集 我们将继续讲述其他诸侯受风的事迹 敬请期待 我们下集中的故事迹 我们下集中的故事远处理 下集中的故事远处理 我们下集中的故事远处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